不料德国选出的对抗教皇并未能对抗长久 第二年即1062年 德国国内政局发生突变 当时德国皇帝亨利四十年仅十一岁 尚未到单独执政年龄 故德国仍由皇太后爱格尼斯摄政 爱格尼斯又选拔了奥格斯堡主教亨利 作为他自己的助手 野心勃勃的科隆大主教亚挪 对爱格尼斯和主教亨利的滥用摄政大权早就心怀不满 他在一群德国皇室贵族的支持之下 领导发动了一场政变 当年4月初 爱格尼斯和亨利四世请亚挪到宫中赴宴 亚挪蓄谋已久 他在宴会之后 骗用亨利四世上了停泊在莱茵河上的游船 借机一举将亨利四世拿下 把他当作人质绑架至科隆 然后亚挪与爱格尼斯展开了谈判 爱格尼斯不得不将德国摄政大权 承让给亚挪 从此 德国政权旁落于科隆大主教亚挪之手 他在德国携皇帝以令诸侯 为了取得国际社会和各国教会的支持 亚挪主动跟希勒的布兰联系 表明他愿意与教会改革派携手 打击原来德国皇室和教会所选举出来的伪教皇 梁基天将教皇亚利三大二世自然是喜出望外 作为回报 在希勒德布兰的具体谋划之下 教皇亚利三大二世表达了对亚挪在德国摄政的支持 1064年5月31日 五旬节亚挪在意大利的曼托瓦 召集德国和意大利的教会高级代表开会 正是拥护亚利三大二世为唯一合法的教皇 在希勒德布兰的幕后指导之下 亚利三大二世得以在欧洲各国拨掘云轨的各种势力之间纵横摆合 在政治和外交上运用或联合或分化的方法 使教皇权威大大伸张 在德国方面 连德国最有权势的两位大主教 科隆大主教亚挪和美因茨大主教希格菲德 都不得不因为涉嫌买卖圣职之罪 而向亚利三大二世表示忏悔 德国又皇亨利四世 想废除皇后之事 也因教皇的干涉而作罢 本来由德皇控制的德国教会大主教的任命权 也受到教皇的强力挑战 从此德国又皇跟教皇的关系更加不善 在英国方面 当1066年海盗诺曼人首领征服者威廉 入侵并占领英格兰之时 教皇采取默认的方式支持威廉 并赐给威廉十字旗帮助他对英格兰作战 在威廉得胜之后 教皇下令英国各主要主教区 任命诺曼人为主教 亚历山大二世于1073年驾崩 当亚历山大二世的葬礼正在罗马的拉特朗大教堂举行之时 众人高呼雍利 希勒德布兰为新教皇 欢呼之后 众人硬是抬着他到圣彼得所殓堂 请他登位 其实 挺希勒德布兰的能力 早在15年前 他就有机会当教皇 只是当年他推辞不干而已 虽然在尼格拉二世时早已颁布了 教皇选举法规 想欢呼某人为新教皇并不合法规 可是盛情难却 希勒德布兰 这次再也不推三阻四 而是顺应民怨主动地从幕后策划的后台 走到了独当大任的前台 点头同意自己由红衣大主教的身份魄力 接任教皇之职 是魏贵勾立骑士 贵勾立骑士登位之后 励志大战宏堵 他特别推崇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提倡的原则 企图在世俗世界建立起一座上帝之城 要把世界上的所有教会和所有国家 统一于教皇一人之下 他认为 教皇权位是上帝所设立的普世统治权 世界万民皆当服从 世界上一切国家政府都必须向教皇请命 根据贵勾立教皇制上的理论和意见 红衣主教都四得地 草拟了一份教皇训令 由贵勾立签署之后 成为阐发教皇大权的官方文件 训令共有27条 其大意包括 罗马教廷是由上帝独自创立的 罗马教皇本身就有权被称作普世教皇 罗马教皇可以回复或罢免主教 教皇在一地的使节 即使等级较低 也应凌驾所有主教之上 可以免他们的职 教皇可能会将缺席者免职 除其他情况外 我们不应与被逐出教会者待在同一个房间中 教皇可以制定新法 聚集新会众 为牧师建造一所修道院 也可以将富有的主教辖区 拆分或将贫穷的合并 教皇可使用帝国徽章 所有的诸侯都应亲吻教皇的脚 教皇的名字必须在教堂中谈及 教皇头衔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教皇可以罢免皇帝 如果有必要 教皇可以迁移主教 教皇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思 任命任何教堂的僧侣 罗马教廷从不犯错 以后也永远不会犯错 圣经将见证这一切 教皇可以赦免 忠实于邪恶之人者 等等等等 这些训令显然是贵沟立为了神话教皇 而提供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 他们的制定和出台 全是出于教皇个人的意思 其内容并没有任何圣经依据 根本不符合圣经教导 说得更严重一些 训令完全是跟圣经教导被盗而持 是企图把所有的属士权柄和属灵权柄 都归给教皇个人 如果训令中讲的东西真的实现 那么教皇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 公开说自己是神 但他却把原来本属于神的权柄都窃夺了 比如说 教皇也是人 一个有原罪的人自己都不洁净 如何能说自己永远不会犯错 还可以赦免其他有罪的人呢 不过 世俗统治者们并不在意 教皇训令 是否违背圣经教导 他们在意和气愤的是 训令中写着教皇可以罢免皇帝这一条 这不是明摆着教皇想凌驾于皇帝之上 想跟皇帝抢政夺权吗 从皇帝这边来看 他岂能坐以待毙 乖乖地把国家大权拱手相让呢 你一遍 我来看 你一遍 对 我来看 你一遍 你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